大家好,我是老秦 这个老头叫迎师席 现任秦国国君 史称秦宪公 他大晚上都不睡觉 在这荒山野岭吹风 并不是为了看风景 而是在等一个人 一个可以决定秦军生死的人 他大儿子前来禀报 老爹啊,战场基本收拾完了 老爹啊,士兵基本要休息了 老爹啊,兵器基本修理好了 老爹啊,战马基本进马就了 还没等老爹点头 他最不想听到的 但是已经接上了 这是,还有六营兵马 这句话呀,说得老头直接无语了 你以为我大晚上来这吹风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在等送粮的吗 憋了半天,只好回了一句 而这枚眼色的小崽子 还在继续加身攻击 原来你小子知道我在等粮呀 那你还气我,白养你了 随着一声 老营啊,终于硬气了一把 叫兄弟们分粮 这句嗨,老秦要说到几句 并不是说有史书记载 秦朝人就爱说嗨 而是呢,秦朝灭亡以后 大将赵佗 用五十万老秦军建立起了南越国 两千多年之间 北方多次经历战乱 而南越之地呢,则相对稳定 秦文化呢,也就更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南越放言中呀,应答就是用嗨一词 所以呢,电视剧里作为一种借鉴 而我们常看到的小日本的嗨 则更可能是,秦始皇派驱夫带三千秦人到东海求要 并且呢,到了扶桑之地 这里的扶桑呀,就是现在的日本 中华文明的首次接触,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说,嗨这个发音呀,应该是在同一时期 传入南越地和日本的 秦县公苦等的岳阳令终于到了 哎等等,怎么是抬着来的 剧本给错了吗 岳阳令怎么如此模样 长公子迎前,问出了大家心中的疑惑 原来,玉娘路上遇到了卫军截杀 打了一仗才受了伤 不过好消息是 营贤和他老子简直一个德行 人家都躺着来了,没一个关心的 都在纠结,为什么军粮比要求的少了一半 秦县公使出了传说中的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根本不听岳阳令的解释,就要斩了他 只见二公子迎去梁,也就是以后的秦孝公 骑着他踢至被高八时 投掷伟长战二的高头大马 一个急沙飘移,稳稳的停在了秦县公面前 这个男人即将改变秦国历史 并影响整个中华文化脉络 他年纪轻轻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判断力 宫父,岳阳令不能杀 军粮是我捡的,与岳阳令无关 营贤良在父亲面前承认了是自己 善改军令,撕减军粮 还没等父亲发飘,手下已经带来了消息 岳阳令未带行刑,已经死了 岳阳令是饿死的 他拼死带来了四千弹军粮 和民以无粮可争的消息 营贤良把岳阳令的尸体抱到父亲面前 秦县公抓了一把米,撒在他的尸体上 此时的秦国太穷了 秦县公即位前经历了四代乱政 再加上秦县公在位23年,年年征战 秦国府库已消耗一空 人口也大为减少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营贤良在仗中劝父亲退兵 顾父,我军即将断粮 十日之内胜不了魏国 秦国危难了 民无粮可争 这是雪术警示啊 眼见父亲下不来台 就要和弟弟硬杠的时候 长公子迎钱插花了 救救老秦 人人敢死 唯独你小的软蛋 就是死 也要死的值得 好 我今天就让你死的值得 说着 拔出天月剑 摆出了要杀二弟的pose 果然呀 秦贤公出面制止了 对头 杀人有军阀 营贤良还准备再说 秦贤公呢 却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卢了营贤良后军大将的职位 变成了清兵营技将 此战不胜 不要回来见我 秦贤公心中 其实已经认同了二儿子的看法 四贤弹军粮 换算下来呢 也就是十二万公斤 二十万将士 一人都分不到一公斤 最多呀 也就剩三五天 可秦贤公已经凄虎难下了 清举国之力来打的这一仗 如果灰溜溜的回去 人心立刻就散了 所以他决定 明日就要与魏国一决胜负 而魏国这边 公子昂带了六万援军 正在和统帅 公出错争权 魏杨齐出了秋手春战的绝护计 可他人微言轻 压根没人听 而咱们这位公子昂呀 不愧被大家称为 秦军内应 此战关键 再立即决战 然后呢 把老侧头一顿猛批 你就不会有魏武 魏武族是攻坚的 不是防守 让我来带 绝对比你强多了 魏武族的官兵一听 哎我了个去 还好公子昂来了 要不然我们天天防守 哪来的军功 没有军功 咋升官 老侧头太坏了 我们要跟公子昂混 魏武族就赢 愿随公子 立战变琴 公子所以私 反正想打赢秦国 也不容易 你说你行 那你来呗 说着呀 就要交出统帅之权 谁要呢 公子昂也不是吃素的 你这个糟老头子 坏气狠 你交出统帅之权 我打不赢 谁被过 老丞相 心跳了 本公子不要将权 只要亲率 魏武族方阵 这十万铁骑 还请老丞相亲自率领 前卫两军 都已做好了部署 只等明日决战 这是一次奇特的战争 没有胜负 两败俱伤 黑色军团 由秦县公迎师席 亲自统帅 秦县公一声令下 掌公子迎前 带领骑兵 冲向魏武族方阵 一时间杀的魏军 人仰马翻 但渐渐被魏军合围 失去了速度优势的骑兵 和魏武族 缴杀在了一起 魏国统帅公苏丛 见魏武族损伤过大 把拱魏中军的骑兵 派去解围 却不料此时 秦县公 嫡子迎去梁 率轻记此时三百 直途敌阵中心 一时间 魏军大乱 又是招骑兵回援 又是派步兵守卫 迎去梁 只见绳子轮的飞起 走你 魏武雄壮的身姿 把老挫头套了个结实 绳子一落 转身开车 就这样轻松俘获了 魏军统帅 公孙挫 按照战国初期的 用兵规模和评价标准 这也算是一场 特大胜利了 出人意料的是 魏军在统帅被俘后 飞弹没有溃散 反而拼命回卷 力图抢回统帅 秦县公眼见 赢去梁的三百死士 陷入红色卫军的汪洋大海 情急之下 长剑挥动 亲自率领五百精锐骑兵 冲入敌阵阶影 两军会合 士气大胜 凌翠良一马当先 率死士 冲出同围 秦县公断后足击 眼见秦县就要脱离卫军 这时 公子昂出手了 狼独剑 秦县公 激战正汉 数百米外 飞来两只 一米八长剑 说巧不巧 其中一只 正中秦县公 强大的冲击力 把老头射落马下 这哪是狼独剑 这分明是AWP吧 老头不愧为秦国国军 取些头盔 主持配剑 缓缓地站了起来 一手握着剑杆 一手挥舞配剑 硬生生地 把狼独剑砍断了 此时 营屈良已经将 公主刀交于后军大将 眼见父亲身陷重围 其忙率死士 反身杀回 秦军在营屈良率领下 大举重杀 一系将卫军杀退到三里之外 夜晚 中军仗中 秦县功被狼独剑洞穿 伤口周围 已经渗出一圈黑运 随军太一级的大汗淋漓 却不知如何下手 迎前 手握那柄弯月形的天月剑 站在功夫身前 双手不近 微微颤抖 要知道 剑杀伸入肉体 剑杆的受力处 便在背心伤口 稍不留神使剑杆晃动 带动剑杀 功夫 历史便有 性命之忧 况且 魏国的兵器打造的极为精细 长剑杆用的是上好硬物之作 又反复的刷刮几遍 同游大击 赠量光滑 寻常刀剑 根本难以着力 作然这柄弯月长剑 是神兵力气 可也没有削过此等剑杆 安之 没有万一 迎前 紧张的头上冒汗 内心暗暗祷告 天月剑呀天月剑 功夫之命 靠你啦 他定气凝神 臂膀交力 扬起天月剑 劈了下去 秦县功 第一吼一声 晕了过去